中国好声音的回应终于来了 可每每听到李明的录音 依然有想摔手机的冲动 作为一个顶级的音乐人 一心热爱自己的事业 对待学员充满爱心 没想到李明生前居然遭受这么大的侮辱 这让喜欢他的粉丝难以释怀 或许好声音暂停播出未必代表永久 但这多少会给网友带去一些宽慰 此举动间接证明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 通过李明生前所曝出的录音可知 好声音内部情况十分混乱 且有很多黑幕 为什么得分少的学员有机会翻盘 而李明组的学员虽然负分很高 却被告知得离开舞台 舆论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向李明这边靠拢的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作为一个十年的老节目 他早就培养出大批狂热粉丝 不少好声音粉丝认为 节目不应该因为某些人的原因而停播 甚至有些人开始帮节目组说话 指责李明不懂规矩 一些粉丝认为 明明是李明不懂规则在先的 之后还胡乱发脾气 网友这是在吹捧他 还有不少好声音学员 包括陈卫轩 李再西 范本彤 赵小溪等 联名上述称 并未被收取任何费用 这一切的一切 目标很明确 想让节目复播 因为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在中国好声音 担任过评审多 彭海彤也发文称 自己做节目的专业评审好多年 好声音投票环节 都是遵从自己内心而为之 绝对没有所谓的内幕和黑幕 也不会收钱 对于这些说法 或许是真的 他们都是清白的 而且充满理想的 但是这么多人 一下子集体出来表白好声音 还是有点挺另类的 但是 这并不妨碍 李明的话就是错误的 首先 李明在参加节目之前 可能大致了解规则 但毕竟还没有参与其中 里面的诸多问题 他是预料不到的 其次 所谓不懂规则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李明组的学员是88分 而另一边二度得到机会的学员是70分 为何70分可以复活 88分就不能 这是换了谁也无法接受 李明是一个热爱音乐 且重情重义的人 他能眼睁睁看自己的学员被节目组欺负吗 李明怎可做事不管 李明不是不懂规矩 他仅仅是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机会而已 这么说 相信很多好声音的狂热者不认同 甚至有人发言 节目组花重金请来一个掘墓人 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谁是掘墓人 节目组邀请艺人来当导师 学员本来就是在竞争 导师肯定希望自己的学员能赢呀 难道在好声音的粉丝看来 收了钱就要按对方的要求行事 即便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吗 李明的坦诚居然变成收钱不办事了 这是什么歪理论 对于李明的表现 不少网友给出很高评价 但也有人认为李明的性格太过于较真 如果不那么追究真相 这是没准就不会被曝光 的确是这样 李明就是这种性格 他如果是个配合度高 听话的导师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些事了 可有没有想过 李明不说最后伤害的是谁呢 是弱小的学员 是无辜的观众 是那些有梦想却不敢前行的追梦者 节目组从头到尾都是胜利者 韭菜从头割到尾 李明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大众的尊重 他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好声音来过的导师不在少数 有哪个和李明一样呢 大家无非就是不想找麻烦而已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中 李明的出现如同一缕阳光 让黑暗曝光在大众面前 结束雨 李明如此较真 这或许就是他令人钦佩的地方 我们不清楚好声音 还会不会继续开播 如果开播了 还会不会有人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即便没有该节目 千千万万的音乐节目也会崛起 并代替他 地球没了 谁都照样转 可真相没有了 就真傻眼了 希望有关部门给大众一个确切的交代 这才是对逝者的告慰 对观众的负责 本文为李红火团队原创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图片来自网络 如亲可删 烦请留言 未经授老毛 给予讨 另一方 我会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